我出生的时候当然是因为我母亲的那个年代 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挑战 所以它的营养不良造成我的限定性心脏病 旧有的这些不管是中医和习医的 能够帮助我在我那个环境是比较有限的 那也是因为我学了气功以后 我的限定性心脏病的这个情况就稳定住了 全世界仍然都逃不掉三高这样的内容 我认为运动量大幅度减少 我所提供的气功的这样子的运动方式就是直接打到核心 人人都能做 什么年纪都能做 什么体质都能做 什么身体健康状况都能做 我认为人的身体健康的一个核心 就在我们的气血的循环以及心脏的保养这件事情 所以颤掌这个动作刚好是对气血循环和心脏保养是最核心的 从中医的角度这食指都跟我们的脏腹是有关联性的 当我把食指做颤动的时候 间接的我等于是调动跟食指相关联的所有的经络 我虽然只有外在在动 但是我的频率传导会传导到我的脏腹 所有的脏腹都要必须跟她配合着在活动 或者心脏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相对应的我就减轻了我的心脏很大的负担 你看科技这么发达 医学这么发达 可是我们病院又不能更健康 我是非常提倡 生病一定要看医生的 可是我更提倡 除了看医生以外 人一定要有自我保健养生的能力 这个在医疗之前 其实我们人受伤是能够 像动物手上都是靠舔食自己的伤口 也能够有恢复 就是它没有医生 可是动物也是能够自我康复的 我是非常严谨的 把自我调养和养生这件事情 当成一门学问去研究 如果我们能够让气 人身体的元气 按照最好的经络的运行去走 身体可以有自己自愈自己的能力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